台北市辦的牛肉麵節 今年冠軍用的就是萊克多巴胺的美牛 如果萊克多巴胺有問題 我相信台北市也不會由副市長親自去頒獎 科市長於臨時動議中去提出相關的建議 其實牽涉到科學標準和衛生專業的範疇 那這部分院長最後也要請衛福部跟農委會 於會後做回應 我們要強調 台北市辦的牛肉麵節 今年冠軍用的就是萊克多巴胺的美牛 證明只要符合聯合國的標準 安全就不會有問題 如果萊克多巴胺有問題 我相信台北市也不會由副市長親自去頒獎 我們要強調的是 台灣要和國際做生意貿易往來的標準 不能自己關起門來定 美國的萊克多巴胺 台灣人已經吃了8年 成分其實跟美豬是一樣的 而且台灣的民眾去食用美牛 已經比進口30年的美豬還要多5倍 去證明美豬其實沒有競爭力 市占率才會只有1% 也比不上美味的台灣豬 那麼至於標示的部分 因為萊劑是一種飼料的添加物 我們其實是去驗證它經過代謝以後的殘留值 不是直接去加在食物裡面 目前我們都是針對殘留值訂定標準 也不會再特別去針對動物在變成肉之前 吃了什麼